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在秦皇岛山海关火车站 山海关位于华北和东北的咽喉之地 过了山海关,就是东北了 现在我准备在山海关火车站附近吃一个饭 看一看山海关火车站附近的消费怎么样 火车站的美食还挺多的 这边是一个小池摊 有手抓饼,好冷面,煎饼果子 这应该是山东的大饼卷大葱 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景区 这两个都是围级的景区 所以吸引着很多的游客来山海关旅行 这是火车站前面的宾馆一条街 美食住宿特别多 东北饺子馆 上海关火车站附近的宾馆美食 不吃不吃 暂时不吃 这边的餐饮跟宾馆都是东北人害的 这边图了东北菜馆就是宾馆 前面就是山海关古城 可以看到山海关古城的城墙 这里的宾馆多露牛毛 这边也有很多宾馆 东北家常菜 到处都是东北人嗨的饭店 这边又是东北饭馆 来山海关旅游的年轻人特别多 这边还有羊汤快餐 这边还有河间 泥漏火烧 在河北比较流行 泥漏火烧 这边还有羽池 爬漏米饭 北方都比较流行 找堂子 各式各样的面食 这边有刀削面 那边有板面 河北比较流行板面 这边是一个夜市 好多美食摊 琳琅满目 非常的热闹 各式各样的美食 这边一条街都是美食 有老河饭 过桥米线 黄焖鸡米饭 对面还有一个钟楼 挺漂亮的 这边还有包仔饭 我就吃个拌面吧 进去 水 这个环境焊起来不错 看一下有什么面 鸡chio pion 这个面的品种挺多的 蓝面葱油拌面 小炒肉拌面 鸡丝金汤面 齐山哨子面 香辣牛肉汤面 我喜欢吃辣 要不就点这个 湖南小炒肉拌面 跟我点个小炒肉拌面吧 这家生意换起来不错 秋餐环境还可以 小炒肉拌面 这个就是辣 符合我的火味 北方人都不吃辣的 所以北方人很少点这个 大蒜 北方人都不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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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炒肉 腊肉炒肉 味道不错 小草肉 就喜欢这种辣 来北方旅行这么久 第一次吃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的价格 19块钱 还不便宜 比长沙还要贵一点 不过在火车站附近 这也不算贵 大家觉得山海湾旅游期的消费高不高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行吧 慢慢吃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这个视频就留在 Premier 寄账 Cell 感谢观看